颱风隔美来势汹汹 赴美访问的台中市长卢秀燕 紧急返台 于24号清晨回台中坐镇 引起外界热议 但也遭绿营批评 坐秀 对此 国民党籍名代叶元支 翻出之前赖清德的往事 很酸颱风天坐秀的经典 和无人能超越的天花板 就是赖清德 颱风隔美来袭 台中市长卢秀燕 本以赴美访问 临时决定提前返台 坐镇灾害应变中心 卢秀燕前脚才到美国 立刻改变行程 全程没睡觉 快闪不到7小时就返台 就是担心台风造成意外 第一个 它的路径改变了 第二个 它增强了 第三个 它变胖了 它的风雨又变得更强大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台中进入暴风圈的话 那的确就有可能造成很大的危害 蓝白对于盧秀燕的灵活调度 经与正面评价 但民进党议员却批评 这是秀燕作秀 还说他刷新台风政治学的新记录 卢秀燕希望政治口水 不要随台风雨水而来 国民党金明代叶元之则指出 台风天作秀的经典 无人能超越的天花板 就是赖清德 叶元之拿出一张 赖神劝童的梗图 解释了时任台南市长的赖清德 在2012年 因准确预测台风走向 因此被广道网友称为所谓赖神 但2016年 又一次台风来袭 赖清德却坚持不放假 结果这次台南市却是风大雨大 台南市政府当天早上 紧急宣布放假 赖清德还在路边 疑似再劝一名女童回家 引发讨论 所以网路就有一个赖神劝童审语 叫赖神不放假 造成市民危险 却在路边劝女童回家 后人以赖神劝童 比喻自己造的念 却在那边假惺惺啊 叶元芝表示 按照民进党攻击 卢秀燕的逻辑 是不是也可以说 赖清德是为了摆拍 过一早上不放假呢 卢秀燕不回来也会被骂啦 回来也会被骂啦 那去了回来 就会说你干嘛要去啦 那我觉得这个赖神呢 还是没办法 卢秀燕还是没办法超越 了 感谢观看